台中中二選區選情激烈 總統蔡英文還在公投說明會上 幫林靜怡助選 但一開口就讓人大傻眼 蔡英文掛保證 難道是因為林靜怡曾經說過這段話 最好是晚上十點之後就限電 一方面解決能源問題 二方面解決少子女化問題 網友紛紛炮轟民進黨 臉皮是要多厚才能講出這種話 十點以後睡覺難怪可以增加生育率 返問小英以後林靜怡的選民服務 是免費幫忙接生嗎 小英干脆全國統一規定 太陽下山後就要睡覺 台灣連電廠都不用蓋了 住身娘娘 無機之潭 然後要掩蓋缺電的危機 所以才找這個湖南下邊的理由 叫大家比較早睡 10點下去睡 所以你沒有提供一個安居熱液的環境 那你要叫人家多生 你憑什麼叫人家生 你能夠提供什麼 藍軍偷罵少子化問題變成國安危機 執政不利 讓年輕人不敢生小孩 總統不檢討 還拿少子化問題開玩笑 少子化是國安問題 民進黨政府 府願黨請正視重視這個問題 而不是用這種政治語言來咕嚨百姓 選舉一到 不只空投支票 有人隨便開 選舉瞎話 有人還可以說得臉不紅 氣不喘 記者林希鎮 徐國豪 SNG小組 台北台中報導 多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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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 收拾